这是粉丝推荐我来的地方 河南乡城的营考书词北面的古墓 当我走进就被这巨大的结构吸引了 砖器拱旋裸裸在外 不过被破坏的很厉害 走到最后面能发现门洞位置 并没有用砖发旋 而是选择石块发旋 门口还倒着一根石条 这么多年我看过的各朝各代的古墓非常多 像这种形式的我真的是第一次见 不过这个地方肯定是被改造过 上面有过墓 下面有小门 这个可能原来当过储藏室之类的 就在我旁边看到一块破损的砖 个头非常大也很沉 所以我们要先判断这块砖来自哪里 按现场看 它应该来自整个结构的底层 因为发旋处的砖很小 这和名周定王飞墓 鲁庄王墓基本一致 大砖在下面承重 发旋处用小砖好干活 但如果这块砖来自于封门墙 那就不好断代了 上线能到东汉中晚期 下线能到青中期 不过等我们来到另一侧 就能看到整座建筑的外面 通体用了砖器墙面给包住 说明我们看到的这个炫动 不是门而是中式 那么这个结构 又和打虎亭汉墓相仿 原来都是站在墓里看结构 现在从外面看 整得我有点懵 算了 自己能力之外的交给高手 大家看看是什么年代的 评论区给说一句 像这种能力之外的事情 对于我来说 就如同攀登陡峡峭的山峰 倘若强行而为 不仅可能无功而返 还可能伤及自身 幸亏有大家帮助 我从来都是直面自己的短处 他如同照镜子 虽然可能会看到不完美的自己 都是这样让我有了改进和进步的空间 很多人说远真厉害 懂这么多历史和古墓古建筑知识 这是因为大家在我的频道 都在讨论我懂的内容 如果我去了你的频道 比如你是船长 船上的技能肯定比我懂得多 比如你是农民 也比我认识的植物多 这就是书业有专攻 所以在人生路上 永远不要拿自己的短处 去对比别人的长处 这样会自卑 也不要拿自己的长处 去对比别人的短处 这样会骄傲 在这个世上 你我皆是凡人 都是普通的小老百姓 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深耕 总有一天 能够站在这个行业的最高峰 前面便是营考书词 一座悬山顶建筑 采用了砖石混合结构 不过墙面已经出现裂缝 院子里散落着一些明清时期的重修碑 但是很多房子都写着微房 不让靠近 营考书是春秋时期 郑庄公镇守边关的地方关 考书管理影帝 所以称他为营考书 在郑庄公对其母亲武将 发出不及黄泉 无相见也的誓言后 孝子营考书挖了一个隧道 叫做黄泉 安排郑庄公与武将在黄泉见面 这就是后世文明的黄泉剑母 公元前712年 周氏衰微列国争霸 郑庄公假借周天子之命 以营考书为帅 子都为副帅 发兵讨伐许国 子都争功心切 考书杀死许国战将许修 就在许国僵破之际 子都发案件 设死考书 窃取了灭许大功 这便是成语 案件伤人的出处